大家好,我是Alan 离开家里一个多月去旅游 其实是挺累的 尤其是在吃那一方面 可以说是吃无定食 英语有一句话就是说 North, South is best, Home is best 回到家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 尤其是在很多习惯性的 比如早上起身缩牙,冲凉,煮饭 自己的空间做平时经常做的事情 都很自在,没有越术感 也没有使命感 因为去旅游会觉得 如果不把握好时间 就会很浪费 在家里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游轮最后一天是去比利时的Bruc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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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我先 refresh 接下来 每个音乐都要找到 1个音乐都要找到 2个音乐都有点 吃吧 还有就是进去了一间也是在外面看起来好不起眼的外表 但是里面却是一间啤酒餐厅 周围强项的装饰摆放了各式各类的啤酒 有几百种那么多 看得我眼花缭乱 尤其是我姐对啤酒特有兴趣的人 然而她虽然有兴趣 但她还是对于她自己和习关的啤酒忠心耿耿的 这里是一个挺有趣的地方 值得去看一看 久不见了 你只有在这边 人们上了 女人的经历 这里是露出的 生意已是玉米兽 这样可惜责酒 大家可以吃饭 不咬什么 我有吃饭 珍得 Cham 雷 楼 然后就是这个城市的大矿场 因为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 这个矿场都摆满了座椅 好像是要开演唱会那样 所以这一次在这个空档 又很大的广场晒太阳 看着那些人来人玩的游客 在这里晒太阳 也是挺舒服的 可惜天不作美 突然间就下起雨来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的离开了这个城市 最后一天在游轮上 老实说六天都在同一间餐厅和自住餐厅 看见同样的事物和同样的环境 游轮虽然是很大 走廊上也很努力地去改变它的环境 但是那个进进出出熟悉的感觉 就已经开始 觉得有点闷了 所以最后一天会有一种 啊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的感觉 很难想象那些 要经过一个月的游轮体验是怎么样的 我想说的是 可能在亚洲的游轮 在食物上会比较适合我们东方人吧 我其实这几天特别想吃一碗面 一碗Maggie面 然后最后一天在伦敦 我就特别的去了British Museum 特别想去看看那些 在传说中的中国古董 然后发觉到如果要免费进去看的话 必须要走后门的 前门是要付费的 所以我们就围绕这一座建筑物 走了一个大圈 宝门类的 由于我们进入伦敦的时间 已经是中午了 博物馆也在五点就关门了 所以就只看了一小部分而已 想说点什么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觉得如果你没能力的时候 那你自己身上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会被人拿走 所以说必须自强 别埋怨 只有你自己强大了 才有能力保护你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会关门的 那就是鼎鼎大名的Tower Bridg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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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下沉 当时他们就想出了一个疯狂的主意 就是把制作桥卖掉 而正巧这个美国大亨 也很想要制作桥 所以就以2.46M美元的价格 买下了伦敦桥 他们拆开制作桥 将桥块运过海洋 然后在阿里索纳州 重建制作桥 现在人们前往阿里索纳 就是为了看出名的伦敦桥 买回去不久后 谣言就开始出现了 说这个美国大亨 它被英国人骗了 因为它以为制作桥 就是Tower Bridge 它其实是买错了 而这个美国大亨 却不论了这一说法 制作桥现在横跨一条人工运河 是一个英式主题公园的核心 它已成为阿里索纳 第二大理由景点 仅次于大峡谷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真正假假假假假真正 很多时候可能是炒作 也可能是真实 但是无论如何 桥是买回去的 而且也成为了很出名的景点 目的是达到了 如果当时真的是把Tower Bridge 摆回去了 那我们今天就不能在这里 看到这条宏伟的吊桥了 这座桥实在是太漂亮了 太好看了 伦敦最后一天是难忘的 尤其是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姐兄弟三人的团聚 是很值得珍惜的 人生匆匆 海外美食美景 已经做了28集 我想也是时候做另外一件事情了 做些什么呢 到时候给你们一个惊喜 好了 这一集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次再见 多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